记者林静若台北报道,全联首度入住校园第一家开在校园里的新装辅大店,十八分之四正式开幕,全联希望借用辅大师生的专业提供经营管理上建议,同时也可借由参与全联门市的运作,增加辅大学生在学术创新上的实作经验,达到辅大与全联相辅相成的目的。 过去全联缺乏在校园商圈的经营经验,借由新装辅大店作为全联未来在商品与经营策略参考依据,例如因应助速学生的需求,辅大店也特别导入智能装置,方便学生购买与取货,以及处理日常售物,另外也首度采用Pepa机器人提供商品介绍等创新服务。 全联为了增进门市的服务,除辅大之外也,也与北、中、南约16家学校进行产缺合作,皆以学成长做及门市的实习方式进行合作,借由首课案例研讨和实务实习,让同学学以致用,并希望能直接引进更多优秀人才。 全联在府大开店,府大项目,做颁发祝福牌匾给全联董事长林敏雄中,全联提供,药安康药局主要提供处方间,OTC药品,成药与保健品贩售,民众可以持处方间到府大店的药局取药。 全联提供,全联智能装置线上预定货物,智能站到柜取货,智取柜,加上门市既有的线下体验,完美结合线上线下零售,全联提供。